因为包装快递费的话大家都知道快递费和包装加起来最少也要8块钱对大家算一下39块920个饼已经给大家上车了 拼手术去抢啊我觉得真的太便宜了 还有20单瞬间抢了30单 50单只剩20单了啊 真的太便宜了 满满的一大箱而且里面有满满的20个才39块9 来大家看一下 拼手术看好了哥哥姐姐点一下右下角 点一下这里直接点击立即购买能拍两箱三箱五箱的直接去拍两箱三箱五箱啊 这个东西可以放 他的保质期是三个月送人老人孩子全家都能吃啊 然后没有这里没弹出来直接去拍小黄测点一下左上角 点一下这边立即购买 然后信息添一下就直接去抢就好了 还有六单马上下了啊还剩六单了啊 叔叔阿姨们你们收拾真的很快啊本来就是你看只要39块9就能买到满满的一大箱 对 蝎花饼里面满满的有20个叔叔阿姨们 明天给大家现做啊明天现做啊 对而且现做现发 这蝎花饼你去任何地方都没有 它只有云南这个地方有叔叔阿姨们 还有一单对只剩一还有一单马上下了对其实叔叔阿姨们你们多拍一单就多拍一单 先明天是不是有节日呀你们送其他的还不如来送一单云南鲜花饼在你们老特色在你们老家是买不到的 因为这个地方阴地质疑云南的他们这边我不说了吗是他们这边的是吧 特什么色对好东西土特产而且你们看土特产的一种你知道吧因为鲜花它也属于 大家都知道自然生长出来的这个东西你在外面 都要100多一盒 一盒里边只有十几个对了那上次十几个20个左右在机场上面鲜花比一个卖15块钱呢很正常啊 太现做的都很贵对所以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看我们直播间 两块钱都不到的鲜花饼你们自己去拍吧啊我们就不多说了毕竟这是福利而且杨哥也是在亏钱的对 然后大家合下来两块钱一个不到对然后大家没没抢到赶紧去抢还有一单了然后呢马上就下了这个呢我也不替库存 也也不没有付款的赶紧去付下款好吧咱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啊 东西收到之后 呃之前抢到过阿牛家的呃这个香就是我我给大家分享的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呃香花饼的好不好好打个好不好直接说不好实话实说来不真实反馈好不好是的是啥一门来一波真实反馈对真实反馈啊 对好的话打个好不好打个不这里面的鲜花是啥一门分量组不组你们自己看对而且颜色都是很新鲜的看着就 已经抢光了显示抢光了就没了好了然后没有没有付款了赶紧去付下款刚才抢到了把一扣出来 我发现咱 咱躲音平台的客户 咱的粉丝不喜欢互动来啊刚才抢到了把一扣出来 对叔叔阿姨们把一扣在滚下面好不好你们都不说话你们看啥呢在这说话 对叔叔阿姨们你们你们要是不跟我们说话的话我觉得你们也看着我们没意思 但是我们是不是互动起来想不要听听歌想听的话打个响我现在给大家唱一首歌 对我俩给你们唱一首歌我们一定要互动起来才好玩要是不互动 你们也只看着一个手机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都是不是比较无聊呀叔叔阿姨们开心最重要 想听歌打个响把开心不扣出来哥哥姐姐来 我送给阿姨一首歌啊你送给你一首歌啊你送给你一首歌对不磨叽点点点 你们猜一下杨哥会送我什么歌吗 杨哥太大气了你说大气就算了人长得还这么帅 来还很会唱歌想的话打个想哥哥姐姐 想的话打个想来我现在给你们唱首歌好不好我给阿姨唱一首歌当着你们的面 对互动起来呀 都不说话一个个的 太内向了啊像 原来叔叔阿姨们比我还要内向有人说让我们抱一下 有人说让我们抱一下 不是 叔叔阿姨们这么多都看着你杨哥你别乱说真的 要不你给你给叔叔阿姨们 还有人说亲一下 我的天哪你这是我的天哪 叔叔阿姨们你们不能乱说真的 我虽然我现在慢慢的性格打开了但是还是有点那个的知道吧 你们说亲一下还是抱一下哥哥姐姐 你感觉一下 不是 你不是说刚刚要给我唱一首歌可以 等一下我肯定给你唱还有还有还有事跟你讲呢能不能现在唱呀 可以来我想看一下因为刚才有很多人你看公平上打的啊你抱一下亲一下 哎 说实话你们你们 你们难道不害羞吗 对其实哥哥姐说的阿姨其实啊 杨阳刚才说那个意思就是希望大家能来自边能开开心心的 对互动起来不要闷闷不乐的我感觉你们都闷闷不乐的那怎么都看我们直播 对 要互动起来啊 对来自边是为了开心的 对 你们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问我们我们都是可以那要不等一下我们给大家抱一下 不是抱一下 但是有小黄豆等一下等一下我我我冒着风险给你们来一波怎么又挤小黄豆一直有人在要小黄豆 对啊等一下我给你们来一波 还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好东西你们之前没有的在哪都买不到的我等一下冒着风险给你们来一波啊 是的对你们你们 先别着急哥哥姐姐对不用着急哦 反正不管任何事情都还是要需要一个过程的是不是 嗯 这怎么搞的你看公屏上都这样说 说什么 你看说抱一下 不是 说抱一下 不是 我今天我我要把胆子给放大一点 我之前胆子有点太小了 你胆子也还是挺大的 真的 来 那要不等一下抱一下 杨哥要不等一会儿吧我现在还是有点太害羞了 等一下抱一下啊哥哥姐当着你们的面等一下抱一下我现在给你们唱首歌 来想听什么歌打出来 对你们觉得是我唱给阿牛还是我给大家 我俩一起合唱给大家 对 你们可以自己打出来 你们想听什么然后 把它打在公屏上面然后我们知道的我们会唱的就给你们唱啊 对 来打出来哥哥姐姐是我俩合唱还是我唱给阿牛专属唱给阿牛一首歌 对 知情爱人 知情爱人还有想听什么的来打出来 来 咱不耽误大家时间不磨叽打出来来 杨杨不敢出镜可能是惨惨疾 对我我我那个两个眼睛缺一把 我缺个眼睛 这都不可以这样子的 你们不能乱说 真的人家不出镜也 也是他的权利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毕竟现在我的一些事情还有他这边的事情还是处理的 马上就会出镜了哥哥姐姐不要着急 处理处理事情 到时候你们看我到底几十眼睛好不好 对 你们到时候看一下 我看一下 对 合唱 那这样吧我先给阿牛 送阿牛一首歌吧 对 我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咱不磨叽了你们给点点赞哥哥姐姐 好吧等一下 等一下我再我俩再报一下啊来 对叔叔阿姨们你们一定要给阿牛和杨杨点点赞哦 还有就是叔叔阿姨们今天 买了阿牛家东西的也给阿牛的这个号 关注一下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啊 叔叔阿姨们 来听好了哥哥姐姐 现在我要送一首专属阿牛的歌 什么歌 这歌我之前也唱过 谢谢 来 刷姨们 应该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刷姨们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们觉得这个歌唱唱的 好不好听啊 等一下再报一下好不好哥哥姐姐 报一下 不是 好的话打个好 缓一下啊 等一下给阿牛点 好的话打个好 报一下好不好 你们说 今天必须实现抱一抱的愿望 当着我娘家的那面 啊 真的唱的好听叔叔阿姨们 就是杨哥的声音也好 就是 反正他给人的感觉就是真的 阿牛 很好 刚才我看有人一直在说想要你家的杨朵君 啊 怎么突然想要这个东西了啊 然后之前呢 因为 这两天呢我看也有一些 不少的 就是老朋友 说之前杨朵君吃完了 有没有 想再要点 然后呢 因为他们很多都看到 最近我们不是在我家直播吗 我我妈妈做的那个杨朵君 包了那个饺子餡 我 特别好吃吗 叔叔阿姨们你们看到没有 这次阿牛去杨哥家 我不是带了那个杨朵君吗 然后阿姨他用来剁碎了 然后用来包那个饺子给我吃 真的很好吃 对 我以前都没有做过这种吃了 是的 对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来我问一下哥哥姐姐 因为很多人最近对这个杨朵君啊 都特别的 感兴趣 很多人都一直在问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 杨朵君可能下一步 马上不允许卖了 哎呀 说说因为太伤心了 因为啥呢 因为杨朵君的话 他是踩一点少一点 来我问一下哥哥姐姐 就是说 也是好东西 对 你们吃过杨朵君的打个一 没有吃过的打个二 很多人应该没有听说过 真正的 菌类的天花板 对 两只 两颗相当于一只老母鸡的 对 作用 对 吃过的打个一 没有吃过的打个二 对 来咱互动起来 哥哥姐姐 而且真的是 爽一门 我敢保证你们确实前面也吃过杨朵君啊 但是我敢保证你们从来没有吃过 云南真正高海拔的杨朵君 对很多人没吃过 大部分吃的都是那种超市里面的那种很快就能长大的那种颜色黑黑的长得双胞胎一样 但是我们家的这个是爽一门你们看 就不一样了颜色是比较浅他为什么颜色浅呢你们自己可以猜一下 因为颜色浅的地方是被 自然的那个大太阳给晒过 所以要吃就吃 生自己生长出来 我说一下我对他的了解 来丫头 你是他因为 阿牛他是生在山里边从小到大接触这些东西接触了很多 我跟大家说一下对 吃过杨朵君的打个一没有吃过的 持续把二人抠出来 好吧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两天一直有人在找我要 我们这边的最近 攒了一些 但是不多 这东西现在越来越难收了 然后呢 听好了哥哥姐姐 杨朵君 注意听我讲啊 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很不了解 对 因为你们应该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杨朵君被称为菌类的天花板 对 大家都知道云南的菌子是最多的 对 云南的空气环境 非常适合菌子的生长 是的 杨朵君一般都是在 基本上下雨 20天到一个月之上 连续下雨 对 才能采得到 对 大家知道 因为他 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采得到的东西 对 然后杨朵君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了 对 本草纲目就有记载 对 所以说杨朵君他被称为郡中的老大 杨朵君被称为 郡中的天花板 对 他在以前古代的时候 达官贵人的 达官贵人 才能吃得起 才能吃得上的东西 这就属于他也是被称为美食界的奢侈品 对 美食界的奢侈品 那么他对我们的小提提有什么作用呢 这样子 知道他的作用的 吃过的老朋友打出来 对 因为现在不能讲的太敏感 对 让丫头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 是的 好吧 来注意听 他到底对我们的小提提有什么作用的 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的 真正的天花板的羊朵君 美食界的奢侈品 对 这种 以前达官贵人才能吃得起的东西 到底有什么作用 叔叔阿姨们 我跟你们说 第一个作用呢 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们 每天 都会去那个房子里面蹲半天 但是 上也上不出来 功效打出来 功效打出来 然后就是叔叔阿姨们 早上吃的饭 肚子吃的 胀兆的 大大的 但是你该吃晚饭的时候 你肚子还是这样子 胀兆的 还是没有任何 那种知道 变化 这就说明我们的小贩袋子 他不工作了 对 不工作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叔叔阿姨们 就来吃我们家的 一定一定要来吃 一袋羊朵君 吃了结果就不一样了 因为羊朵君里面 他富含了很多很多种银 什么氧 而且他里面还富含了 善什么什么食鲜 什么什么尾 这个东西 他是 吃到我们饭袋子里面去 他是可以帮我们 就是 很快的 就是 很快的去掉 知道吧 叔叔阿姨们 对 而且还有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叔叔阿姨们 你看你们家里面 现在育妈妈 家里面的小孩子 学生呀 是不是自己 平时吃啥啥都不香 啥啥都不想吃 有这种情况的 叔叔阿姨们 你一定要来吃一袋 我们家的羊朵君 试一试 我敢保证啊 以前家里面小孩不爱吃饭 然后个儿 一直长到这里 明年还是这样子的 这就我们说明 我们的小孩 身体里面缺了很多的 银什么养 这种的 叔叔阿姨们 来吃一袋羊朵君 这样子跟大家互动一下 我问一下哥哥姐姐 阿牛刚才讲的你们能不能听明白 对你们听明白吗 能的话打个能 来 哥哥姐姐来 咱互动起来 刚才阿牛讲的一个是 一个是我们的小饭袋子 对 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小孩 小孩老人 食什么什么 缺的那些东西 对 他里边都有 对 小孩老人 他吃饭不好好吃 缺的那些东西 他里边都有 不能讲那么敏感 来我再说一下 咱的老朋友把他的作用给打出来 老朋友现在马上给作用给打出来 杨朵君到底 为什么被称为军队的天花板 听好了 哥哥姐姐 我只讲一点 对 讲完之后给大家上车 只有25单 听好了 哥哥姐姐 因为这个东西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 杨朵君 他 我就说一点 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小体体 像小机器一样 每天都会在工作 对 我们的年龄 一旦往上越走了之后 对 30岁以上的扣个衣 30岁以上 年纪越大 对 30岁以上的把衣扣出来 年纪越大 我们的 小机体就不如以前 很多东西 它都会往下走 对 然后呢 我们的 上到我们的小管管 下到我们的小饭袋子 对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 别的地方 从屠到脚的一些东西 对 它能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平衡 是的 杨朵君里边 富含了 对 多种的 对 我们小体体里边所需的东西 不能讲那个什么东西 大家都知道 对 扇什么石 扇什么微 微什么伸 什么素 都有 大家看好了 这是泡出来的 让家庭给大家撕一下 来 对 是手而已吗 我给你们撕一个看一下 我们家的真正的羊肚菌到底好吃在哪里 而且它的作用打出来 老朋友 对 舒爽 你们看这个肉厚不厚 肥不肥 对 你们看 然后再给你们撕一朵 每一朵都不一样 舒爽 你们 我跟你们说实话 真正的羊肚菌呢 它并不是越大越好 真正的羊肚菌 它的长相和 它的 它的都是不一样的 舒爽 你们你们看 我们家的羊肚菌就是这样子的 跟市面上面和超市都 对 哇 你看这个就可以了 大了 可以了 不死了 来 看好了 哥哥姐姐 看这个颜色 漂不漂亮 漂亮的话 打个漂亮 对 这是羊肚菌泡出来之后的 它的水的颜色 冷水泡发 来 感觉漂亮的 打个漂亮 是的 舒爽 你们 你们觉得 好的东西 都在这个颜色 太好了 舒爽 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话 是这样讲的 两只羊肚菌 就能胜过一只老母鸡了 我发现很多舒爽 你们现在 大部分身体 对 不好的时候 都是用土老母鸡来补身体的 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家的两只羊肚菌 就能胜过一只老母鸡了 所以你们可以想一下 羊肚菌 它的营养价值有多高 好 来 听好了 哥哥姐姐 因为讲太多了 我怕静小回窝 大家看一下 我跟大家看 我刚才说的 我们小TT里边 所需的任何一样东西 他都可以帮我们去填充 对 讲这一点 大家 重新开的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下午好 下午好 欢迎家人们 欢迎你们 谢谢点赞 谢谢 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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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一下刚才在直播间的刚才我这个号开播了然后刚才在直播间的看直播的打个一哥哥姐姐刚进来的打个儿好吧刚才因为进小黑乌了刚才看直播的打个一 现在刚才刚进来的刚才刚进来的刚才刚进来的刚进来的刚进来的姐姐阿姨打个儿 刚才刚刚刚进小黑乌了 刚刚刚进小黑乌了 哎呀一不小心就进小黑乌呀然后还可以开吗现在又给大家开的 欢迎大家 对什么好东西 对好的东西那些山里的基本上都不让你不让卖 你这个东西踩一点少一点 是的 欢迎你们欢迎大家 谢谢点赞啊谢谢 谢谢谢谢家人们你们猜下我现在在哪里啊哪里 啊你们猜下哥哥姐姐 你们猜一下 这一小黑乌了然后就关播了 对我在旧老爷家我回云南了 跟阿牛一起又回云南了 因为这边还有事情要忙 在家待了有半个月 对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嗯 杨阳心杨心要狠点太善良了不行你的阿牛救老爷家什么什么意思 狠点狠啥怎么了 怎么了 对大家帮我点点赞啊大家帮我点点赞谢谢 我问一下哥哥姐姐 之前 从来都没有看过 杨阳直播的 打个一 之前包括现在从来都没有看过 我和阿牛直播的打个一 好吧 就是 这是第一次看到的打个一 这么多人之前都没看过 对之前没有看过的打个一 没有看过的打个一 刚才看你俩直播怎么没有了 哎呦进小黑屋了姐姐 这么多人没看过 这么多人没看过 对打个一 从来都没有看过杨阳直播的 这是第一次看杨阳直播的打个一 之前看过的打个二 好吧没有看过的打个一 看过的打个二 因为时时刻刻呀 都有这个新朋友在 在进来啊 都有新朋友在进来 对 那你们想不想了解 了解了解杨阳的事情 就是我从小到大的经历 想的话打个想 想的话打个想 我简单跟那俩说一下 对 因为很多老朋友应该都知道 新朋友好像还不知道 对 咱老朋友估计一下新朋友的感受 好吧 换位思考一下 因为很多新朋友 想了解的话打个想 对 我简单跟那俩说一下 嗯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从不露面 一点都不真实 我跟你说一下哈 等一下呢 为什么不露面 我都说了好多遍了 阿牛呢 姐姐阿姨 我跟你们说一下 具体什么情况 阿牛呢 老公的事情解决好了 但是后面还有一些 后续工作 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处理 我如果露面的话 会对阿牛造成很大的影响 到时候会适得其反 会恶心循环 还有我公司最近 小雅跟我救的事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我不想在火上浇油了 这些事情处理完之后 我肯定会给大家见面的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保持着一颗正能量的心态 好吧 不要把节奏带偏 能理解的话打个理解 能理解的话打个理解 哥哥姐姐 好不好 我不想再去天天解释 这个事情了 真的 能理解的话打个理解 嗯 对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 对 重能量 保持着重能量的心态 对 阿牛干嘛去了 对 一定要立场坚定 是的 放心吧 哥哥姐姐 都在心里面 真的 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一个经历吧 好吧 简单的说一下 我呢 从小是在农村生活 我是农民的孩子 爸爸妈妈 嗯 也都是农民 然后呢 在我五岁的时候 我爸爸就不在了